看了这则新闻啊 我直接看上海的老年人真的很有钱 很有钱 真的太有钱了 没这么多钱 他也还不出这么高的文雅的事情 有一位独居的老太太在上海 她认识了一位文王界的这个王主 是搞这一套的 但是人家是口若悬河 北京人嘛能砍 所以呢深得这位老太太的欢心 十多年前就交上朋友了 而且他们通过网络呢 一来一去就开始买卖这个文丸制品 文物了都可以说 因为他想象的东西就是能够传世的 能够珍藏的东西 所以老太太有钱嘛 人家也觉得老太太好骗 所以呢竞卖一些艳品给 就一些工艺品 老太太看到了这些东西附庸风雅 他最重要的是听信 完全听信了这位文物商人 古董贩子的这个话术 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给钱就买 给钱就买 这买一下来一屋子的东西 都觉得好像是宝贝一样 结果呢旅居海外的女儿呢 从国外回来 2021年的时候回来一看 哇这些这一堆东西都不值钱嘛 啊这个这个这下 女儿着急了 花了两年时间 说服老人呢 去做这些啊 文物鉴定啊 这些工艺品鉴定啊 警方也通过这个方式呢 来教育了啊 那通过鉴定以后呢 一千多件这样的东西属于 鉴品属于工工艺 普通工艺品啊 那这样的话呢 老太太才把这自己和这个 文丸商人的这个聊天记录啊 交给警方 而这聊天记录里面乱七八糟的 甚至于有这个人说错话 把一些话语都说错了 发出来了 但是老太太就深信不疑啊 又对这个人很相信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这是一种病 我们曾经见过多个这样的案例 老人相信和和他关心他的人 老人跟谁说话 说的来 喜欢和他聊天 他就相信这些人 不鉴别真假 其实这是一种孤独的排遣的方法 但是某种程度来讲 老人真的太有钱了 如果是太有钱的老人 真得管住他们的钱包 否则的话 要么就是受这样的江湖骗子的骗 要么就是受电炸的那些骗子的骗